薇洋哥 今天Q7有來 不過Q7當然我們知道 它有新的世代 今天來到現場的這一台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大概有哪些差異 其實一開始 我們為什麼要先介紹Q7 因為其實Q7算是 這個級距的開始 開啟了豪華七人座的SUV的級距 所以它是在2005年 發表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應該還記得說 它跟Turator 跟凱恩共用底盤 但是奧迪比較聰明 它發現大家都用五人座的 它就乾脆做一個七人座 還有模組化底盤 它把車子軸距拉長 車子變大 變大之後你看它的空間 變比較更好了 所以它就走出一個自己的路 它就用一個七人座的車型 獨立在之外 後來大家看到Q7 走出了一個市場 然後才會有X7或G2 所以它算是當時 這個車型的爛傷對不對 對 沒錯 因為有了它 才有後面的這些車 而且各品牌現在 都有七人座的選項 對 包括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是2017年式的 然後它是15年其實發表之後 以至到現在 等於算是第二代的Q7 那它用的底盤是MLP2 然後它這個底盤很厲害 烏魯使用這個底盤 Benhaka用這個底盤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雖然已經有小改款車型 但是國內賣是19年式的車型 其實跟這個2017年式 外觀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很喜歡這個盾型的水箱護照 其實 這個家族與惠你很喜歡 我很喜歡 我覺得奧迪的 這個地方是非常漂亮 很均衡 然後結了它的頭燈 它有很銳利的感覺 它其實跟一般的車型 我覺得它在這個 整個設計上面是不同的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車側 車側的部分 中央你應該記得 第一代的Q7 它就是比較圓 圓 可是你看在第二代以後 線條多了 你看這些折線 而且很銳利 我覺得其實銳利會讓你覺得 這台車雖然大 但是不會那麼臃腫背胖 所以其實它是透過這些線條的 設計上來讓整個車子看 我們講Socket Socket就是 小車上面我們會講比較緊湊 但是大車上面 我覺得就是讓你的線條 感覺上不會那麼笨重 其實有一些車 如果它的線條沒有這麼多 銳利的設計上 它會變得好像有點垮垮 那就沒有那個精神在 Audi上面 我認為Audi的設計在這裡面 是最迷人的 很迷人 沒錯 坐艙的部分 我們現在打開來看一下 好 你看2019年是 我們現在這台沒有 但是2019年是 它增加一個離車的一個警示 就是你如果人在裡面 我要下車了 旁邊有車靠近 你不能開車門 它會警示 在這個地方會有警示 其實是 我覺得是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它還有一個Audi Connect 19年是 你可以透過一個App 你就可以遙控去解鎖車 或者是你要是保養了 因為現在車子大部分都是保養 預約保養制的 所以其實19年是又更貼心的 在這一塊是更貼心的設計 好 這是前後的差異對不對 對 好 後座的部分 我現在看到你座椅 是有一些不同的改變 我們其實可以坐坐看 我們實際來坐坐看 你插子可以讓直立收起來的 來 好 終於來試試 因為我們現在代言就是說 既然它座為七人座 不知道它整個 你論三排 有沒有都很好使用 然後你坐在第二排的人 當然我這個彈性調整的空間大不大 對 其實像剛剛Kevin老師講說 他們家有這麼多人的需求 同油的需求 所以它一定要一個 OK 我三排的座位都可以坐人 因為有時候你車子小一點 你說我要坐七人座 那衝擊量就是5加2 那真的坐後面兩個 有時候有些位置是顯得勉強 或者是說它真的只限定 右桶可以坐 對 那像車子比較大的 他們才能夠坐真正的七人座 那中間你可以試試看 它其實是可以調整前後的 對 這裡 你看 我可以前後滑移 因為如果你是兩排 五個人出門的時候 其實你的中間這個位置 你不用坐得往前 而且你看我現在椅子 假設我調到最前面 我其實我的膝部空間 也不至於犧牲到很誇張的 其實你以你這麼高的女孩子來講 你看其實你坐得還是很舒服 而且椅背也是可以調整 那你看椅背 我剛剛就立刻找椅背調整的 它是可以調整 對不對 是可以調整的 而且它是三個獨立的座椅 也就是說 今天就算你坐中間好了 你還是可以往前往後 不會說有時候坐中間 那個人很痛苦 就覺得好像我是被人家 丟到後面去的 那它其實就沒有那個問題了 對 還有我覺得 它的整個頭部空間 也營造得很不錯 對 你也可以選大天窗 你可以再選大天窗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真的 你有每個位置都會做到人的需求的時候 你要顧慮到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現在要做進出怎麼進出 其實它其實也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難 放倒之後 所以剛剛你 我們會看到有直立的 它其實是一個電動 它幫你起來 那如果你真的要進出的時候 你再按這個按鈕 後面就可以 第三排就起來了 因為我們剛剛把第三排收起來 對 我們剛剛做的時候 是沒有這個第三排 那如果你真的要進出的時候 你其實從這邊 並沒有那麼難進出 說實話 而且如果你把椅子往前一點 第三排是可以做的 它的進出的這個高度 也不會很困難嗎 其實我覺得OK 利用 我們不準 因為我們跨 可能容易跨到 你不要跟我講說 因為你腳很長 我們不準 因為我們腳很長 沒有 其實我腳也滿長的 好 來 以為要試試看 OK的 OK的 對不對 OK的 因為剛剛中儀是把這個椅子 是往後放的 對 那如果我往前一點 其實是夠的 就是如果是小朋友坐 或者是青年 我覺得都還夠OK 如果你180 190是這個 180公分 190公分 坐第三排說真的 我覺得任何車都會顯得勉強 對 沒錯 消費者定義 我們應該也會有這樣的認知 我覺得還OK 進出也OK 180 190就請坐前坐了 對 好不好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這樣需求 你就往前坐 我們再來看它的行李箱 看一下它的行李空間 在有三排的情況之下 還有行李空間嗎 有 有嗎 其實是有的 有時候看起來沒有 有呢 我們剛剛是把這張椅子拉起來 其實你可以看到 現在是三排裡面有三種 第二排 第三排 剛好做了不同的椅子的變化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車型在利用 空間上面是比較聰明的 你把它立起來 如果兩張椅子都同時立起來 我們其實可以試試看 那你還有這一段 295公升 還不錯 因為如果你是比較中型的車子 你可能坐5加2 你後面就不要想要放東西了 但你在這裡 其實放一個行李箱什麼是OK的 然後這下面還有空間嗎 有 還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我們現在習慣都稍微看一下 對不對 好 而且如果我今天想說 我要臨時要把它放倒或立起來 其實你可以按這邊 很好 電動 電動方便 對 其實就很方便 那你就把它按著它就起來了 我們現在多少人都是靠手指 有沒有 搞定時候的事情 對 那這樣子295 如果你把第二排放倒 有2075公升 所以其實 對 如果Kevin老師要放東西 其實這裡也夠用了